而在孽禁中 如何持續的生存 六合夜市的攤商 設法轉型 找到生路 有店家就增設友善廁所 因為多一個人上門 就是多一個機會 那有攤商收掉原本的商品 改賣別的親民小吃 希望可以度過這個艱難的時期 而專家學者則是建議 觀光夜市必須要找到自己的特色 發展獨特性 才能留住觀光客 還有本地人潮 像是馮甲夜市 還有寧夏夜市 都是很值得參考的榜樣 六合夜市如何絕處逢生 我們繼續來看 伴桌免費吃的活動 吸引不少人要來吃一波 結果來到現場 卻是一場空 11月底 一場由高雄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 舉辦的夜市商圈促銷活動 號稱要邀請民眾到夜市 伴桌免費吃 沒想到主辦單位 只準備50份小吃 讓民眾品嘗 引發抱怨 管委會強調沒接獲通知 高雄市政府則出面滅火 並祭出懲處 因為我們的委託廠商 可能在跟管理委員會 溝通的時候沒有說得很清楚 所以讓民眾也非常的一個錯愕 對我們夜市傷害這麼大 是我們造成的嗎 公關公司這樣的一個 不負責任的行為 又略議我們就是莫名其妙 又被冠山幾個副品 在野經不起打擊 又和夜市該如何絕處逢生 有的業者開始自找生路 我們以前是賣烏肉 現在就換這個比較簡單 比較大聲化的東西 原本家族裡經營鵝肉攤 已經三十多年的溫小姐 現在轉型改賣炒飯等 親民平價小吃 伴手禮店老闆江俊生 則推出各種促銷 並增設友善廁所 行動電源租借等設施 把握每一次游客上門的機會 搭配市府推出的商圈 夜市券活動 攤商店家生意也成長約兩至三成 多一個服務 就多一個顧客上門的一個機會 對 他有些只是上個廁所 但是有些他因為上廁所 有注視到你的產品 然後嘗試到你的產品 也有增加到一個營業收入 最近高雄市政府 有推出高雄券那個 來住宿他們都有給他夜市券 那這兩天也反應得還不錯 都有客人陸續拿來這裡購買 我們在想那太空灘怎麼辦 那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夜市來徵召它 是我們想法 還沒有具體 徵召它 然後我們統合它 然後我們整理個三十灘到四十灘 然後我們透過市府的媒介 它去招募一些 有些年輕的攤商 來 裡面坐 台灣約有三百多個夜市 遭遇疫情 有的大受影響 有的在解封後迅速回溫 台中逢甲夜市已創新聞名 像大腸包小腸 乾梅薯條等 都從這裡發跡 而台北市的寧夏夜市 更創造出自己的獨特性 臨下夜市都是老攤販 每家輪流各處一道菜 共進二十二道 取名千歲燕 號稱夜市界的滿漢全席 攤販小吃精緻化 對店家來說是種改變 也能征服所有掏客的胃 因為它要客群的關係 它就走團體的客群的時候 它就去做它的千歲宴 像這樣的東西就是組織委員會的力量 如何去做一個團結 可能消費者他沒辦法吃那麼多攤 但是他把它弄成圓桌的方式 每一攤的特色端上來之後 你可以品嘗 你就不用一定要把某一樣東西 全部吃完 零下夜市被譽為是在眾多夜市中 同中求一的最好點半之一 當最令夜市走向觀光化 大量觀光客成為主要客群的同時 又能否重新思考何種樣貌 才是遊客最想看見的樣子 我們講越在地越國際 在地化它就代表一種文化的概念 文化具有差異性跟獨特性 那你把這一塊能夠凸顯出來 這個我想是它的特點 六合夜市除了等待再度開啟國門 觀光客泳鏡 也要透過改造找回台灣遊客 老夜市如何激發出新火花 與其他地方做出區隔 關係著未來是走向沉寂 或迎來復蘇 華視新聞 李亦廷 李宇辰 專題報導